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罗宾刊 我是罗宾斌 那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 同时2021年的台股也进入到最后一个礼拜的 一个封关的一个倒数 不过就在这样的封关倒数的一个时间里头 我们看到今天怎么样 整个家圈指数开高之后一路向上走高 十点半左右 家圈指数又创下了一个新的 一个新高的一个记录 来到18099 那即便稍稍的在尾盘有收敛一下涨势 不过终究还是涨了87点收了一个中红 美宗所不足的是今天怎么样 今天的量能2364亿 2364 这个2364 它是创下了今年以来的一个新低量 那出现了新低量 但是在指数的部分却创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新高 那到底这过高是真的还假的 我想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对不对 好 我们先来看 我想今天整个家圈指数收盘的一个位置 18048 18048 它正是怎么样 从周线看会更清楚 这个收盘的位置 正是在怎么样 站上了7月15号的高点18034 那这两个更不用说了 对不对 换句话说 今天的收盘 不仅盘中的指数 18099创了一个历史新高的记录 连收盘的位置 也重新创下了一个新的一个历史新高的位置 那在未来几天 因为今天量缩 因为今天量缩 你不可否认的 它确实怎么样 它确实呈现是一个价量背离 既然是一个价量背离 今天的这个突破 会让多方怎么样 会让我有点心虚 不过 大家也不要过度反应 对不对 因为今天的量缩 坦白说 也是情有可原 为什么说情有可原 外资在放假 对不对 外资在放假 你说那这段时间 外资不是持续的一个买超吗 尤其外资上个礼拜 买超了195亿 难道他们都不放假 现在很多人在讲说 外资都不放假了 今年是看好台股 我这样说好了 外资它也不得不看好台股了 我这样说好了 今年以来外资卖了多少 你不要看去年 不要看上个礼拜 买超了195亿 它光今年以来 从1月1号到上个礼拜 12月24号 它卖超了5024亿 卖超了超过5000亿 而且不止今年卖超 记不记得去年 一口气也是卖了多少 一口气也是卖了6000亿 现在最后一个月 12月稍微补回来 但终究去年一整年 还是卖了多少 还是卖了超过5200亿 然后换句话说 光去年跟今年 它已经卖了多少 它已经卖了一兆以上的 一个台股的持股 反正你说它卖超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 后面它已经没有持股 当然不是没有持股 只不过在接下来的时间 因为你想 卖了将近超过一兆元 那这段时间随着美股的一个上涨 随着台币的升值 是不是造就整个外资 又得是被动型的外资 它被迫怎么样 它要做一个回补持股的一个动作 但是我说真正精彩的是什么 真正精彩的是这些主动型 这些被动型的资金 它会随着国际股市 新台币的一个变动 它会增加或减少持股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重点是先前移出去的 先前移出去的那一兆元的台币的这些外资 它会不会回来 这才是重点 那会不会回来 你就要看台币对它怎么样 未来台股对它有没有 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吸引的一个力道 对不对 那到底明年 尤其现在很多人担心明年 美股会有什么状况 现在FED要收缩资金 要如何如何的 好 那重点来了 明年到底台股会怎么走 攸关国际股市 对不对 那很多人担心国际股市 可能这个时候 它必须要做一个缩减的一个动作 那我这样讲 至少依照FED目前 除非有新的一个市政出来 那否则另当别论 你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FED它讲得很明确 我现在开始缩减购债 到明年三月归零 我请问各位 到明年三月归零之前 12月就这个月 它还买了900亿 到了明年的一月份会变600亿 到了二月变300亿 没有错 是越来越少 但是即便是二月变300亿 它是买还是卖 它还是在买 它还是在买 你只要买300亿就代表 它还是丢了300亿的资金进来 所以换句话说到明年三月归零之前 又或者在它正式的升息之前 其实严格讲起来 整个资金环境 它并没有任何收缩的动作 只是它放钱的速度变慢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整个股市会因为 整个FED的一个收缩的资金的动作 会出现大幅的一个震荡 这个我们要先打一个问号 至少在前半年 就算没有前半年 就算在第一季 应该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第一季还在放钱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以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经济数据 你说通膨很高 通膨很高没有错 可是总体经济的数据还不错 就代表怎么样 就代表其实景气还是在往上走 通膨其实严格 学过经济学都知道 当然现在这个数字是有点过高了 否则通膨本来就是怎么样 本来就是在经济成长过程里面 它会伴随产生的东西 所以你只要让它稍微再压低一点点 尤其今年基期这么高 明年要跟今年做比较 今年基期这么高 明年适度的一定会有所缩减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一直告诉各位 FED即便未来要呈现一个 所谓的收缩资金的一个动作 它应该动作也不会太大了 因为有过去的经验 你说得太急 你的动作太大 2004年那一波间接导致了 2007年的二房危机 后来又变成是一个雷曼兄弟的金融海啸 所以他们接下来的一个动作 都会非常小心 所以我认为至少在未来的上半年 整个美股的一个波动 应该还是往一个往上的一个多头趋势在行进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外资它接下来会怎么走 我这样说好了 外资连续卖了两年 台股有没有被它卖下来 没有 台股并没有被它卖下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换句话说 现在台股创了历史的新高的纪录 以目前在规划 明年还会再往上创高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前面两年 你外资都已经没参与到了 你接下来如果台股再涨 你想 外资它在卖吗 尤其你换一个角度来看 明年 当然你不可否认 除了说全球股市的基础 会相对在一个比较高档的位置以外 波动也会开始变大 因为盘面的一个讯息 不管是疫情 不管是FED的这些 升息前的这样的一个波动 一定都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那这个时候 我想 所有的老手都听过一句话 股市就是这样子 涨时重视 对不对 跌时重视 虽然还不到跌的一个地步 但至少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你的资金 因为你说 你再怎么样FED 就算未来收缩资金好了 你盘面 你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资金在 你不可能说 因为FED要收缩资金 所以未来成交量变零 不可能 所以你这些基本的成交量 或者这些基本的一个资金 它回不去银行体系这些资金 它还是会停留在场内 那如果停留在场内 它一定要找一个怎么样 它认为最安全的地方 这些国际的游资 有没有 它会寻找一个最安全的一个地方 来做一个靠拢 那你想它会往哪里去 我这样说好 国际的资金 它也是要看什么 它也是要看基本面 那如果就国际基金来看的话 基本面是什么 就是殖利率 我在没有风险的一个情况 只要又或者 我在一个情况 我能够稳定收到的一个什么 就是股息的部分的高或低 会对它有某种程度的吸引力 对不对 那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了 今年上市贵的公司台股 获利大概四兆 如果依照过去的经验 你拿出怎么样 拿出七成 赚了四兆 那你拿出七成来配给股东 那换句话说 明年上市贵总共会有 2.8兆的一个股息的一个发放 那如果说以现在 以现在整个台股的 这样的一个市值来计算的话 其实我们的一个殖利率 配股的一个部分殖利率 还是怎么样 还是高达4%以上 你不要小看这4%的殖利率 如果说以全球主要市场 来观察的话 光是这个4% 就打遍天下无敌手 我不敢讲第一 但至少第二第三跑不掉了 换句话说 这个4%的殖利率 在主要市场里头 这个排名是可以排在前三名 那你想如果说 这样的殖利率的一个部分 可以排在前三名的话 对外资有没有吸引力 当然有吸引力 尤其如果说国际股市 出现比较多的一个变数 大家的一个看法 转趋保守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这些资金 更是要找安全的地方 来做一个停泊 那台股 那更是更好的选择 所以除了台股创高 逼得外资必须要买进以外 你光是从一个安全的角度来讲 台股也有相当程度的吸引力 所以我认为 现在外资 你说上个礼拜买了195亿 连买4天 我告诉各位 那只是刚刚开始 而且那是被动型的资金 被动型的资金 没有什么好讲的 我真正在意的是 主动型的资金 它什么时候回来 我认为在过完年之后 我说的过年 是指元旦 他们的过年 好 这从耶旦节 然后一路到新年元旦之后 他们这个长假过后 我认为这些主动型的资金 就会陆陆续续的开始回归队 好 那既然 真正的好戏是在这些主动型的资金 在整个元旦过后 新年过后会陆续的归队 那重点就来了 他们回来要干嘛 当然是要买股票 把过去少赚的 没有赚到的怎么样 赶快来 赶快来做一个补足 要不然一直被嘎空手 也不是办法了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要去开始掌握了 他们接下来会买什么股票 他们会买的股票 你是不是趁现在 因为他们如果未来要买的股票 你不要说他们现在是空手 他们只要锁定了股票 一旦怎么样 一旦开始买进的时候 对整个股价的一个 所谓的拉升的力道 也会相当的一个强劲 所以对于年后 他们归队之后会涨的股票 你绝对不是等到开始涨之后 你才来做一个买进 而是怎么样 你要先看他们准备要买什么股票 而且在他们大买之前 你就要先卡位先布局 这个向来我所说的 就是你要走在故事的前面 否则等到他们开始买了 你再来买 不是说你赚不到钱 但是等到他们开始买了 你知道我知道大家都在讲的时候 大家都一起来 除了筹码乱了 短线随时会整理以外 我相信你能够赚到的 也会大打折扣 所以针对接下来外资 可能要买进的股票 我们要怎么样 先做好布局的一个动作 那到底这些未来的股票在哪里 我们稍后回来 会继续跟各位做进一步的说明 消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明年的一个行情 今年我认为到封关之前 行情会处在一个震荡的格局 因为真正的 所谓的主动型的外资 它还没有完全的归队 你必须等到 整个元旦假期过后 他们陆续归队之后 我想对于整个台股 它会有一定的所谓的助长的一个力道 对于他们回来之后 要锁定的股票 我说过的 你一定要走在故事的前面 在他们还没有开始大买之前 就把该部的局给先布好 这也就是向来怎么样 我所告诉各位的 我们要走在故事前面的一个 最高的一个指导原则 你看 不要说太久远的历史 就说我告诉各位 接下来 你看我从10月底 11月初 我是不是就跟大家预告了 不是等到今天创新高了 创改写历史的一个记录了 我才跟你讲放马后炮 你自己回想一下 忘记了 我说我都欢迎你回去看 当时10月底 我讲过什么话 我从10月底 11月初 我就一直告诉各位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什么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一个 本孟比的一个行情 而这个本孟比的行情 是一年里面 最好赚的一段黄金 最有利于股价上涨的黄金时段 因为怎么样 没有 这个所谓的财报的一个干扰 除了没有财报的干扰以外 最后一季 一年里面最后一季 业内法人集团 都要保足全力去通斥 它全年的绩效 尤其是12月份 所以11月12月 这是怎么样 这是最热闹的一个时段 特别是12月 所以你看从11月开始 我们帮各位所掌握的 包含像元宇宙的威兽 对不对 当时一发动 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五根 五天涨了五根停板 我相信当时威胜的这样的涨宝 排名上也是一大堆 所谓的名师 专家 权威 也都在共襄盛局 我都乐观启程 但重点 一档 五天涨了五根涨停板的一家公司 我们是等到涨上去之后 我们跟着市场上多数人 去做一个追降 然后在那边 一起拍手叫好 还是我们是怎么样 在它还没有发动之前 我们先买进 你看 在它拉出这五根涨停板之前 我们在11月2号 11月3号 连续两天秤着怎么样 秤着拉回 没有人跟你抢的时候 你要买多少有多少 你逢低买进 除了买的低买的到买的多以外 我一直告诉各位 最重要的是什么 因为在发动前你买进 你绝对敢重压 你说它涨了三根四根上去的 这边一大堆人讲了 纵使你敢买你敢重压吗 你顶多买个两张三张问导游 问导游纵使后面再找 你能够赚到多少 你只能赚到加菜金 你只能赚到零用钱 这都不是你来股市的目的 对不对 来 同样的情况 位数 这更猛 位数这一波 我们总共做了两波段 11月做了第二波 12月做了第二波 有没有 第一波也是一样 它11月8号起涨 有没有 我们是不是在11月8号 它还没有发动之前 因为它是尾盘才攻涨 我们是在一早盘 这个你就可以去问问看会员 你有看电视的 你有看节目的 你更是也可以知道 当时这张股票 我们是不是在一开盘的时候 当时我们都带会员买进 完全也是在发动前逢低大买 不是等到涨上去了 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大家都在讲 然后跟着市场上一窝风去追 不是 像这样的股票 我们也是在发动前先卡位 一发动就是六天六根 对不对 那等到涨到了 从三次头一路涨到了六次头 当大家都来追的时候 我们反而逢高出一趟 你没有买在低档 你带高档去追的 你看短线马上被修理 你说即便后面有在找 你想 如果你当时不是买在低档 你是买在高档 当它往下修正的这个过程 不管你也没有分段操作 你光是往下修正的这个过程 这修正下来幅度也非常大 从六次头到四次头 这一修正下来至少也30%跑不掉 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会不会被洗掉 是不是很容易被洗掉 如果你被洗掉 后面再讲这一波干 你有什么关系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告诉各位 做股票你不要盲目的 跟大家去追这些 盘面上大家都在讲的股票 没有错 大家都在讲的股票是不是好股票 是啊所以大家都认同 这个我都认同 问题是大家都在讲的股票 你知道我知道 全市场都知道 那该上车的全部都上车了 我请问各位 在没有换手的情况之下 那你认为 谁来帮你拉 所以势必怎么样 它的下一波段进行之前 它一定要经过一次换手 所以它已经要经过一次洗盘 不管你说你有没有跟着我们分段操作 你如果说跟着我买在发动之前 纵使你在高档你这里没有出 在拉回的过程里面 你的成本在这里 你再怎么振怎么振怎么振 你会不会被洗掉 你绝对不会被洗掉 所以后面再涨 你轻松的赚第二段 对不对 建汉也是一样 你看当时从24块出头 一路涨到接近40块钱 有没有 这样的一个涨的股票 你看短短几天不到两个礼拜 也涨了超过五成 这样的股票难道我们也是追吗 不是啊 你看我们在11月4号 在整理过后转强的第一时间 有没有 开始做买进 然后接着下来 要连续的买 连续的买 有没有 不管买在11月4号也好 买在11月9号也好 是不是都是在正式发动之前 让各位可以很轻松的布局 都是买在大涨之前 买在大涨之前 我还是那句老话 你敢重压 你敢重压 你的资金集中在这里 随着它的股价 一根两根三根一路上去 涨了50% 你的财富自然就能够同比例的增加 否则我说过了 你的资金分散在一地 或者说怎么样 你只敢买个两张三张 纵使不管是卫素也好 不管是健康也好 你再怎么会涨 你只有两张三张 你终究赚的还是零用钱 你终究赚的还是加财金 这些都不是你来股市的目的 好 这是11月份 到了12月份来 建达更不用我说了 对不对 是不是也是一样在发动前 12月3号 充容的买进 有没有 后来一发动 7天7根 再加上第8天创新高 那这样的股票也是一样 如果说你没有在发动钱 你是后面去追高的 我这样说 你看一下建达 你后面去追高 现在可能还在等减 可是如果说你逢低钱买 你重压这样一波上来 你是不是最大的赢 更何况我还带你 你带你处在高档 这个过程都是经得起公正的 对不对 接下来 建基也是一样 三天三根涨停板 有没有 三天三根涨停板 重点是我们是去追第三根涨停板 还是在它发动之前 带你充容的买进 这档股票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还是送给各位的 你早上来 你前一天来登记 你早上你看 还在低档让你可以很轻松的买 看得到还吃得到 绝对来得及 不管前面建打 你有没有跟上 你建计一定赚得到 有没有 甚至于最新的什么 最新的立台 有没有 也是一样 在它拉出第一根涨停板之前 12月21号 有没有让你买的轻松买的 安心买的低买的到买的多 有没有 后来一发动 也是一根 后来怎么样 立台来 是不是 你在发动前买进 随着它股价创新高 你哪一个没有搭转 你告诉我 而且我们还在高档 但你先出一趟 因为我说过 近期的一个操作 你要懂得灵活 你要懂得怎么样 加快你的一个节奏 我想这个 都是我们过去的节目里面 跟大家所分享过的 我也不大花时间去说了 换句话 若从11月到现在 更早也是一样 因为这个就是 我一再告诉各位的 操作股票 你本来就是在股价 还没有开始涨之前 你就必须把该部的局 给先布好 然后等着市场 来追我们的股票 这样子 你才能够真正赚的最多 可是你必须要这样子做 你要怎么能够这样做 当然你必须对整个产业 对整个筹码的一个动向 你必须怎么样 你必须要有充分的一个了解 就好比我刚讲的 外资我认为在元旦过后 他们这些主动型的资金 会陆陆续续的到位 而且依照目前的状况 连续卖了两年 卖一个超过一兆以外 接着下来台股持续在创高 他们有不得不买的压力 那到底不得不买 要接下来要买什么 都在我们的掌握里面 因为我说过 我每天看那么多的一个报告 每天看那么多的一些业内的一个消息 听那么多掌握业内的消息 为的无非就是帮会员 帮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掌握下一档正要起涨的股票 对于下一档正要起涨的股票 我说过我们已经掌握到了 好我们已经掌握到了 只不过我在等待一个好的一个出手点 我说过这个礼拜行情会震 既然行情会震 今天创新高端的不适合追 所以你可以去问问会友 今天我没有做任何的动作 我没有买进任何一档股票 可是我锁定的股票 我却在等待买点 那如果说你也认同 我们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式 你想跟上我们最新锁定的这档股票 想跟我们同步来做布局的一样 今天只要打电话进来 登记完成的都可以直接参与 这档最新锁定的标的 我们明天再会